云林县老年人口占全线的19% 老化指数是全国第四高 因此老年人的照顾服务也成为重要课题 云林长庚纪念医院为了照顾沿海地区的长者 特别开设住宿型长照机构 经过一个月的市营运这天正式启用 请剪彩 大家欢喜剪彩为启用典礼带来好彩头 云林长庚纪念医院为了照顾沿海地区的长者 特别开设住宿型长照机构 并于10月6日这天正式启用 云林县长张力善也来到现场参观 并表达对院方的感谢 我们现在65岁以上的长辈 已经高达到19.7% 那也就是相对的 我们的长辈的需要 尤其是住宿型的长照机构 我们大概需要5658床 那现在呢 我们大概还需要1600多床 那沿海地区我们非常希望 长庚能够 跟本来的这个允诺200床 也能够如实的来 把这样的200床建构完成 那今天的初期 就是以30床的住宿型长照机构 那能够加回我们沿海地区的长辈 让我们长辈 在沿海地区有长庚的照顾 我想我还是感谢我们 麦了长庚医院能够 来守护我们沿海的乡亲 长庚医院的住宿型长照机构 可以提供30个床位 活动空间相当舒适 适合长者使用 也因为在医院里面 长者如果有急性和慢性的医疗需求 都可以马上提供治疗 达成长照和医疗的一条龙服务 事实上一开始我们就是要朝这个急性再慢性的一个照顾 都是要一条龙的服务 我们现场跟卫生局市场是都非常关心 我们这些老人长照的这些服务的一个现况 那我们在他们的帮忙之下 虽然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有一些延宕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已经走到那个第一步 第一步是要至少30床先开设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在这边提供比较更优质的 这些老人一个住宿型的长照服务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支持跟帮忙 目前长照人员相当短缺 长庚医院安排护理人员从事照顾工作 虽然增加不少成本 不过也显示了回馈社会的精神 云尼县卫生局对此也表达肯定和感谢 那我们也非常感佩我们长庚医院这边 在没有办法招逐这些照顾服务人力的时候 用护理人力来取代 那希望这个透过台塑企业这个良好的一个管理 一个优质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品质 那可以提供我们沿海乡亲好的医疗照顾以外 还有长照服务 期待透过住宿型长照机构的成立 可以让沿海地区的长辈实现在地老化的目标 也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 记者林宏博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